大家好,我是小鹿beauty 今天来分享一期我平时日常的卸妆啊,护肤步骤 首先呢,我是先用这个发带 然后把头发都扎起来放到后面 这样卸妆,不论是卸妆还是护肤都不容易沾到头发 比较方便 然后呢,我首先先来卸妆 我用的是这款卸妆锁 千千草的丝瓜保湿卸妆锁 然后再拿两片化妆棉 因为我的这个化妆棉比较薄 所以我一次就是用两片 然后把水倒在化妆棉上 倒两下就可以了 一下,两下 然后先来卸脸部 这样涂抹打圈就可以了 然后擦额头 眉毛 然后妆都擦掉了 看起来很脏 然后为了节省化妆棉呢 我再用另一边 再倒一点化妆水 继续来洗 再擦一边 这款化妆水呢 用起来它比较清爽 而且比较温和 不会伤皮肤 因为它是植物做的 是丝瓜做的 而且呢 也不用单独地用眼唇卸妆液 它直接可以把眼睛和唇部的妆液 可以卸掉 然后我们再来 两条化妆棉来卸眼睛和嘴唇 卸眼睛的部分呢 我是先倒上化妆水以后 在眼睛部位这样 按压 敷两分钟 这样的话 眼部的妆容 就会让卸妆液融合进去 然后这样就比较好卸 因为眼部的妆容是最重的嘛 所以要敷两秒 然后到两秒以后 这样轻轻一抹 可以看到 眼睛上的眼影啊 眼线啊 睫毛膏啊 就都卸掉了 然后换一面 然后再来敷这只眼睛 也是按压两分钟 然后这样一抹了 就都卸掉了 这款卸妆水还是卸得挺干净的 然后我们再来两片卸妆棉 开始卸嘴 口红也卸掉了 然后再翻过来 再倒上一些西装水 再把脸部都擦一遍 这样就已经卸得非常干净了 这样呢 妆就洗好了 接下来呢 开始洗脸 我用的是这款洗面奶 然后这款洗面奶呢 它里面含有 氨基酸 然后氨基酸的成分呢 也是比较温和的 因为我的皮肤属于敏感性肌肤 所以呢 我选择这款洗面奶 这款洗面奶呢 它可以打出 就是挤一点点 就可以打出丰富的泡沫 然后用在脸上 特别的温和 洗完以后呢 脸也不会觉得干 保湿性特别的好 挤在手上以后 然后打圈 可以看到 有好多丰富的泡沫 然后呢 我们开始在脸上打圈 在脸上打圈 因为如果我们这样 顺时针的打圈呢 我们脸上的毛孔呢 里边的脏东西 它不容易洗出来 如果我们要这样 逆时针的打圈的话 可以把毛孔的脏东西 给清洗出来 所以这个逆着打圈 洗脸是一个小翘毛 然后我们用水 洗干净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脸就已经洗干净了 洗干净以后呢 我用面筋纸 然后擦脸 有那种专门的擦脸筋 用那个也可以 但是我没买那个 然后我一般呢 就是用面筋纸来擦 这样脸呢 就已经洗得干净了 用过那个洗面奶以后 脸真的不觉得干 像以前用过其他的洗面奶 用完了以后 当时觉得湿湿的 然后擦干了以后 就会觉得干 下面的步骤呢 就是用爽肤水 我用的是这个 清盐的爽肤水 我用的是一系列 然后还有精华 还有面霜 紫色的系列 这款呢 就是因为它里面 含有破尿酸的成分 保湿效果特别的好 先倒一些爽肤水 到手里 到一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 倒完了以后 就有一种 一点黏黏的感觉 超级保湿 现在呢 就是有一句顺口溜 骨水保湿 泼尿酸 美白蛋白 就是如果你要是想用 想骨水保湿的话 就用含有泼尿酸成分的 护肤成分 如果你要想美白蛋斑的话呢 就用含有 烟血胺的成分 烟血胺的成分 对美白蛋斑的效果特别的好 然后 爽肤水就已经涂好了 接下来我就是用 接下来我就是用含有 烟血胺的这款 美白蛋斑精华 因为就是 我的皮肤上 有一些被晒过的 小小的斑点 然后用完了这款已经 简单了好多了 而且用完了这个呢 它可以给你提亮吧 皮肤变得提亮白 我是用了第二瓶了 用三瓶的话呢 就是可以 据说是可以提亮三个度 然后我用完第二瓶呢 感觉是 食量美白一点点了 接下来然后我再用这款精华 挤两滴 到手心 然后往脸上涂抹 把圈让它吸收进去 吸收进去以后呢 我们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呢 我是用眼霜 我用的是这款完美的 含有牛油 这款直美村的 含有牛油果的演出 它的主要功效呢 就是可以 简单干纹细纹 因为就是笑起来的话 就是有一些眼角 有一些小细纹 还有表情纹 它主要是这个功效 这个按摩棒呢 非常的好用我觉得 而且是它的一个特点 而且是它的一个特点 有了这个按摩棒呢 非常的方便 对于帮助眼睛吸收啊 就是特别的有帮助 然后呢 它把这儿还带一个开关 把这开关一打开 它这个按摩棒就有 一微震的声音 然后你会感觉它在震动 然后在眼睛周围 把眼霜按摩吸收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比用手打圈来吸收要好 首先先挤一个黄豆粒的大小出来 然后点在眼睛周围 这边也是 点在眼底 然后打开这个按摩棒 然后这样 这样旋转 按摩 然后让它把眼霜吸收进去就可以了 一般呢 我是按摩五十下 眼霜就能完全的吸收进去了 然后同样 这只眼是打圈 眼霜的下一步呢 我是用面霜 用这款面霜 这个经验的这套护肤品 据说好像以前在美容院卖过 然后中立体还做过代言人 然后点点五个地方 这里还有一把钥匙 哎呦 这库鲁一直跟着我 哪里才是这的 这是库鲁 这库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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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起来就是超级保湿 然后而且敏感性皮肤 用鲁尿酸的产品也不容易过满 我有的那个面膜也是选择含有鲁尿酸成分的 我觉得含有鲁尿酸成分的 鲁鲁品对敏感性皮肤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这个就是我日常生活中的 鲁鲁步骤 今天就到这儿了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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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